这里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娘浦乡 海拔在3900米左右 但谁能想到 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 竟然有许多的梅花路 而更神奇的是 这些梅花路竟然是东北老铁 嗨 你好 这是喜欢我的意思吗 对 娘们的脖子 救我 好了 好了 跟你好 跟你好 我是从辽宁过来的 在南西藏这个地方 对养殖场的气候环境还是很好 包括雨水 也不缺 青山绿水 山山有些树木 但是对养殖棉花路效果也是挺好的 在路场现在有五个统合员工 当地他们四个人都是藏族人 能给老百姓找一些工作 以后扩大规模 还能增加一些工人 来上班 给老百姓创造一些利益 当前我们的实验基地 充栏量共有165只 包含了梅花路 马路和二元杂交品系 当前公路能够正常产容 产量与原产地 中国路相西风险相比 指高不低 质量上还要略好一点 母路也实现了正常的分娩和产展 称呼率也比较高 按照我们的发展战略 是今年年里之前达到500多只 就是在几百只这样一个情况下 继续进行规模化养殖的探索 如果条件允许 明年养殖量会达到千只以上